北京电视台 梁文博来开竿 应该说头四盘的比赛双方还是非常精彩的 尤其是第四盘 第四局比赛当中应该说从某种角度上 两人都错失了很多的机会 经过一份拉锯战 对 数次起伏啊 梁文博有些可惜 刚才我们也提到如果是三比一 这个比分进入到局间休息 和现在是完全不同的形式了 没错 而斯诺克这项运动球手的心态 对比赛的结果有时候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应该说今天马奎尔整体的 进攻实力和进攻手感这一块 确实是打不入这个小子散 但是呢也恰是因为手感不好 把马奎尔在掌控比赛的这一方面的经验 占了无意 确实是非常好 虽然没有手感 梁文博依旧延续着自己小祖赛好的手感 但是整个比分 马奎尔并没有让梁文博拉开 对 这个也能够利用黑球 应该说先 做一番观察之后 最后采取了这样一个防守的手段 对 一酷往红球队里勾 只要力度好就行 应该说 现在这个节奏啊 在一点点的向那个 马奎尔的喜欢的节奏去去转变 梁文博希望通过这个15分钟的局间休息啊 能够尽量调整自己 没关系 2比2 双方重新回到了同一起跑线 都还有机会 13局抢7的比赛 还有时间 对 只不过两个人给改成9局5胜了 像半决赛一样 很严谨啊 大家可以看到 打到决赛 双方在这个对整体红球的处理上 跟小组 小组赛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有长局的比赛和短局处的比赛 一个选手控制比赛的这种心态啊 包括他的除干肯定都会有变化 中单啊 不是直接防守 看看 今天马格尔只要自己觉得把握不是很大 有时候有这种可以进攻机会 他都会选择防守 两波远线进攻啊 最右侧的红球 右下角抵带 走黑球下方 看看两波的准动 击球之后 两波自己也是低下了头 看看运气 啊 又给马格尔留下了一个非常好的球形 就是准备进攻的机会 准备进攻的机会 准备进攻的机会 准备的算了一下 今天梁文博基本上远线进攻是在50%的成功率 哇 而且次数是远远的多于马格尔 嗯 马格尔大概是有3到4次 而梁文博现在已经有10次的远线进攻了 黄球 潘衣裤 中带 嗯 右侧底带的这个球也可以 应该也有下球 看一下篮球边上这个红球 脚都不舒服 还是 还是打篮球边上这颗红球 右上角抵带 继续打抵带 抵竿轻轻一点 嗯 应该说马格尔通过这个区间15分钟的调整 一直在调整 应该说这个第四反还是说第四反 马格尔几乎是没有状态给的 马格尔就是梁文博太多的机会了 嗯 但是梁文博没有抓住 本来应该是3比1的比分 变成了2比2 确实很可惜 推下 叫到红球队最右侧的这颗红球 递带 可以顺势叫到黑色七分球 然后就是 这个就要 炸一下红球队啊 再考虑怎么样来切这个红球队 踢杆 应该说今天 其实不是很好 对对对 今天马克雷这个炸球啊 效果一直都不是很好 继续防守 23比0 今天马克雷在炸球的环节上 确实处理的还不是特别好 再加上运气稍微差一点点 两次炸球 红球队的这个位置都不是很好 最右侧的这颗红球 两波看看啊 看这延伸是要进攻 很凶悍啊 对 同样的机会要是换成马克雷 好几次他都没有选择进攻 看看 转度 哎呀 这个差的比较多 给点运气 哇 今天这个运气 真的是非常的眷顾 辽文博 占尽主场之优势 正好K到红球队 对对对 缓缓的从右下底带滚轮到右上的底带 对对对 咖啡球继续进攻 看看这盖轮多 这盖球进攻难度也不小啊 需要很精准 非常准要 嗯 他薄了 梁文博 忘了 我觉得梁文博应该 还是在战术打法上有要一个调整 除了坚持自己擅长的远先进攻以外 有些球还可以控制一下对手 比方说有些时候对手手感不好的时候 我不给他板台球 就这几天转播是一直在强调这个 不要给这些职业高手板台球热身的机会 这样等于是你在帮助对手 迅速地找回自己的状态 找回自己的手感 有的时候